我帶您到安樂區的甘城裡 為讓里內的小朋友 過一個充實的暑假 甘城裡的里長 開辦了暑期的夏令營 參與的小朋友收穫滿滿 節夜典禮上 他們展現自信心和成果 讓家長好開心 台上小朋友大跳進歌熱舞 散發出活力 讓台下家長開心的拍照留念 還有充滿自信的讀金班 小朋友背誦起來 朗朗上口 在這裡上得很充實 我們有上到蝶谷巴特 還有那個編織炸蒙 還有畫畫 參加這個暑期班 讓我覺得暑假變得很充實 安樂區甘城裡 在暑假期間 舉辦了夏令營的活動 在里長余秀珍 及才藝班老師的教導下 安排了美術 工藝及烹飪的課程 議長黃景泰 也親自感謝老師的付出 我們里內有很多單親的小孩 那都是跟著阿公阿嬤 那我們是希望說暑假的期間 把他們帶到這邊來 讓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 學習群的生活 代表我們余秀珍余里長 關懷我們這個土地 關懷我們所有里民 為我們所有的學童 在暑假能夠獲得一個美好 充實的暑期生活 甘城裡的暑期夏令營開辦至今 今年漫入15個年頭 始終默默支持這項活動的 安樂區公所和前市議員余山發 也希望讓孩子們過個充實的暑假 這個15年當中 從來沒有一年間斷 從以前的監會有限 到現在目前的監會 比較充裕的情況之下 以理事長是快樂出兵的理事長 目前現任的理事長 他們還自掏腰包啊 從我在擔任理事長的時候 一直到後來由我姊姊接任理事長之後 我們一直到處在尋找資源 要不然就是要自己掏腰包 連續15年來 讓小朋友在這個地方 越學越多 越學越豐富 我們希望這個活動 能夠延續再繼續辦下去 超過一個月的夏令營 孩子們收穫滿滿 從他們自信的眼中 看到學習的成果 記者黃燒民採訪報導